高雄星星去一家熱炒店 在凌晨發生了衝突事件 一名流星男子 因為跟老闆借了70萬元 一直沒有還到店裡頭談判 結果一次因為老闆態度非常強硬 不斷逼問說什麼時候要還錢 讓流星男子同行的友人非常不滿 拿起了椅子往老闆的身上砸 警方不到場 將動手的三個人帶回砧板 身穿黑衣的兩名二煞 一過來就先踩門 連踩了好幾下 還是很火大 接著搬椅子狂砸 不止一人接著又老人過來 就是要店家開門出來面對 店內被砸得亂七八糟 一片狼藉 警方貨爆也立刻出動 快打部隊 被砸的就是他 男子坐在椅子上 清洗傷口表情痛苦 需要被人參扶才能上救護車 這應該是巧金錢 啊很像講過 平平平的 啊後來下一天門就落下來了 看到這幕嚇都嚇壞了 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 原來一名流星男子 向高雄星星去一家熱炒店 林姓老闆借了七十萬一紙沒還 三號凌晨三點多來到店內談判 過程卻因為不滿林姓老闆態度很強硬 又不斷逼問什麼時候還錢 其中同行的兩名友人跳出來幫嗆瞎 接著和欠錢的流星男子三人拿椅子狂砸老闆 雙方爆發衝突 剛剛其實都來了而已 但是就看到裡面被砸嘛 結果警察就來了 這一砸熱炒店老闆頭部紅腫 手腳挫殺 好在募集民眾火速報案 才沒釀出更大的火來 我將動手的流星男子等三人 依傷害及妨害秩序等罪血移送偵辦 動手的三人通通被依法送辦 據了解雙方都是認識的朋友 這回卻因為金錢借貸關係 喬布隆在店內開打 恐怕也因此撕破臉 接著高雄我們走不到